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被分署传出公务员轻声 上级长官谢信分署长更被点名职场霸凌 劳动部紧急组成了调查小组 广发匿名问卷要查出真相 不过这名分署长的昔日下属们又在爆料 痛批谢信当事人是恶魔之外 甚至就连在活动现场没有帮他提东西 都会在事后被检讨指责 夸张的音档也曝光 劳动力发展署谢信北分署长被控职场霸凌同事 如今证据在曝光 昔日部署爆料痛批他真的是恶魔 忍不住在办公室呛瞎 还说谢信分署长在活动现场帮贵宾民众提东西 事后居然开骂下属 时代力量主席王婉玉脸书发文 说故事主角很认真 早上六点前上班 下午四点能下班 却先打下班卡再继续工作 被长官谢斯迪里破口大骂 退见后周日走进办公室送出人声最后一份公文 当时救护人员要送他离开 长官现身坚持不一规定盖白布 更告诫其他人 知道有人爆料 我很愤怒 还说会通灵的人和当事人对话 他很感谢所有人 所以不允许大家在外面说罪 豪东部紧急组成调查小组 原本针对员工抽样意见 却发现基层反弹谢分署长声量太大 最后只好改采广发匿名问卷 目前已经展开个别的一个约谈这个工作 那从这个礼拜会陆续完成三场次 那后续还会有更多的一个调查工作会进行 那现在才想要再做所谓的问卷 再做所谓的调查 民进党立委也爆料 谢信分署长到此后 两年内离退人员高达81人 更有17位主管离开 掌管全国劳权最高机构 恐得绷紧神经 查出真相